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古海洋凡 我是王孟平 上礼拜开始就进入到9月份了 可想而知9月1号到10号 盘面上最热的族群就在于营收公布的题材 甚至有一些个股公司在营收公布之前 先有消息的买盘先进场 先卡好卡满 这些概念股是不是能够族群上来做点线面的扩散 哪一些个股市营收的猛涨在一起 今天邀请三位专家 8月份营收大预测 首先为您邀请到的是大清证券林明谦分析师 林谦好 孟平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华信投顾的曾志祥副总 副总好 孟平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再来是CMoney资讯的吕翰威 翰威好 孟梦好 大家好 好 这个礼拜我们看到说 居然连苹果先生 郭明其他都说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点来买进苹概股 大家都知道苹果新机在9月份就要发表 所以我要先跟这个明谦大哥做观察 请问那现在营收真的能够在苹概股当中 爆发性成长吗 另外大家也说 也有一个声音是说 营收新机公布之后很多苹概股可能会利多出境 所以现在到底该怎么看 其实在股价如果还是很高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确实可能就会在这一个 发表之后的话就会见到一个相对高点 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个样子 现在情况跟前面的一两年不太一样 而是在新机公布之前 这个地方的一个平概股的股价 就有一段时间的修正 那这个修正的话当然就为这个平概股 就是说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 加上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外资的买盘这个地方就回融了 而且回融速度非常快快到这一个 就是说我们法人连这个台积电的脚步 这个地方突然大箱股会跳舞 对 没错 看到这台积电跟年初一样的话 突然飙到这个地方 而且还创下了这一个 我们讲说这个历史新高 来到260几块钱 那这里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想很大一部分就是受到这个平概股的 就是苹果它本身股价的激励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苹果的股价本身在这个新机发布之前的话 其实已经来到了223美元的一个新高水准 创下分割后的新高 同时也是这个历史新高 而且也进一步的带动 纳斯达格指数 甚至是S&P指数这个地方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这一波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回融的速度的话 其实刚好就为这一个 我们讲说年底要发布这个新机的平概股 带来一个蛮大的一个机会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台积电是因为平概题材在涨 我想台积电这个地方 平概的题材也有 然后还有它这个7奈米的这个地方的题材 外资看好的题材 这个地方都有 那台积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两个月前其实它还在210块钱的价位 而且很多法人都接到手软 但是在两个月之后的话 这个价位又是大家卖掉之后 发现买不回来了 来到260几块钱 所以这个变化速度非常之快 连这个刚刚孟平所说的 大象也会跳舞 台积电今年股价是活跃性 如果真的会来回操作的话 其实光台积电这个绩效的 就打败很多的法 是 好 所以我们从台积电也带出来说 平概股的营收是不是开始出现转强 甚至说台币在本周 其实升幅也扩大 升到了近期的新高点 所以如果外资回来 除了买台积电之外 平概股是不是有一些个股它也会回补 是的 我们看到就是说 平概股其实在9月12号的话 大概可能在9月12号的附近的话 会发表三款的一个新的iPhone 那当然在新机的一个上市的 准备销售上市的话 大概可能在9月的20号 21号附近 当然缺卸日期的话 必须要等到9月份 我们知道苹果大概都会寄给媒体 一封邀请函 邀请函 这个地方的话时间就会确定了 但是就是说9月份下旬要开始开卖的话 其实大概在7 8月份 甚至7月份就开始拉货 所以整个我们讲说 如果要看这个8月营收 能够持续成长的话 其实平概股变成说是在法人当中 会是避看的一个族群 那当然这一次的一个心机的话 我们就想说在这个OLED的这个地方 6.5寸 这个地方的一个大面板的一个部分的话 这个地方确实就是说 在整个市场上关注的焦点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次的一个苹果新机出来的话 它一定要有不同的亮点 而且这一代的不同亮点 就是说它面板真的非常大 对 而且它也是OLED的 全部全萤幕 对 没有错 所以我们想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观察 通常在第三季这个地方 发表新机之后的话 其实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要出trouble 然后这个只要保持了跟以前这样的步调就好 也不用太受欢迎 但是也不要太差的话 其实慢慢的就是说 出货的高峰就会落在这个第十季 那我们讲说平概股的大概就会 它的营收大概就会从第三季到第四季的 慢慢的呈现加倍 那这一次八月份营收会看到吗 我想对于一个 有正常接到苹果单值的一个个股的话 其实在八月份营收 八九月份营收应该是走上去的 那这里的话当然就可以来看 就是说其实外资在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也有很多 包含就是说刚刚莫名所说的 苹果先生 他自己也点名了很多一些个股 比如说像他也自己看到可乘美绿 甚至星星奇邦 然后还有真顶台虹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说在这一个金属即可 还有这一个PCB的部分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说是法人在看的这一块 是琢磨最深的 当然我们可以看来一下可乘 可乘的一个股价的话 其实大概也跟这一个大力光的话 大概就是来回的一个走动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一个平概股 我们想在观察整个资金的流向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 由于这一次的资金进来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都还是被台积电 给吸金给吸的去 那通常过去的一个经验上来看的话 台积电它涨第一棒之后的话 接下来台积电如果进入到整理 那代表一些资金开始获利了结 而且这获利了结资金之后的话 它会再进一步的再转进到 就是说跟台积电在相关的 不管是半导体也好 IC设计也好 或是平概股也好 这个地方在第一波跟不上之后 第二波的一些相关个股 就会有机会跟上 好 所以这个是从台积电大涨之后 拿一些扩散效应 就像一串粽子 粽子头拉起来之后 很多下面的个股族群会雨露均沾 好 除了在明签对于这个平概股看法之外 我也要来请教一下智商副总 因为我们为什么特别把公民旗拿出来讲 因为它含水会解冻 先前在被动元件的这个整理的时候 它说它不看好被动元件 结果很多个股跌下来 那它现在喊说看多平概股 而且它的说法是 现在是最好买进的时间点 您认同吗 就目前这个时间点 第一个我们在看整个盘市的一个动态当中 的确外资在最近一段时间 其实买钞的确是非常多的一个台积电 所以当台积电短线涨多之后进入整理 的确它会有一些资金 它会流向其他的一个部分 那在平概股的部分来说 因为毕竟现阶段是处于一个 比较拉货的一个时期 那拉货时期在9月10号公布8月营收之前 那当然或许或多或少 会受到一些法人买盘的一个青睐 其中我们会最关心的 尤其像是3008的一个大力光 因为毕竟大力光在先前 它的法术会特别谈到 7月会比6月营收还要好 那后面我们的确看到数字 7月份的营收的确是比6月份还要好 那现阶段我们最关心的 就是8月份的一个部分 因为毕竟在8月份的部分来说 那接下来因为我们在 三款苹果新机当中 其中有一款它比较偏向平价版 那平价版的这个部分来说 它就少了一颗镜头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是不是能够还构成 这个8月营收再比7月好的 这样子的状况 这优先我们要观察 股王大力光的一个走势 或者是一些买盘的一个动向 大力光都固定5号公布营收 对 差不多这个时间点 那再来就是说 另外在最近在外资 持续有买超的一些个股当中 在平概股的这个部分 其中2439的这个美率 2439的美率 在过去两个交易率的时间 曾经有一度攻上了一个 亮灯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这边要注意就是说 外资在这个时间点 它攻上了一个 往上冲的一个态势之后 攻到年限附近的一个位置 我们接下来要去观察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去喊高 它的目标价 美率的一个目标价 是不是有一些 让人疑惑的一个地方 因为毕竟它现阶段 还是处于一个年限附近的 一个反压的位置 虽然说在美率的这个部分 现阶段它的营收的一个状况 的确在7月份 有年增跟月增的一个现象 但是上方还是有些些的 压力的存在 再来就是说 2474的一个可乘的这个部分 2474的可乘 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 这个营运的上面来说 它其实已经超越 去年的一个状况 上半年的EPS是18.81 去年全年是28.35 那7月份的营收 虽然没有出现一个 比较大幅增加的一个状况 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是要 持续去观察 因为毕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外资它其实在 这个可乘的这个部分 其实它并没有出现一个 大幅卖超 甚至有一些转进买超的 一个现象 好 从这个苹盖的指标股 尤其有一些是 在本周上 其实股价有发动的 我们看到美率啦 克成啦 瑞宜等等 这些都是副总点出来 在营收当中观察的重点 好 讲到了苹盖股 当然我们也从营收的图表 跟捍卫继续做讨论 很多人都知道 苹盖拉货是有顺序的 从上游开始拉 然后组装会是最后一棒 所以您怎么从 各股的节奏上面抓到顺序 对 因为台股每到下半年 这几年来都是如此 突然我们的景气指标 就会有机会往上大幅跳升 那当然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 过去几年其实也蛮多 这个国际大厂的手机 抢在苹果推新机之前 他们先推 因为怕被苹果推新机之后 就有排挤效应 那今年目前看起来就是 大家还蛮应景期派 这个苹果推出新的机种 因为感觉去年 他们所推出来的机种 不是太贵 就是大家觉得 好像有一点了无心意 那是不是今年的机种 会CP值比较高 所以从这一次的景气 也明显出现一个跳升 所以大致上可以预估 各家厂商应该都有准备了 因为尤其这一次景气的跳升 它的来自于包括在制造业 还有所谓的机电设备进口 我们知道其实为了要接苹果的单 其实很多厂商几乎有蛮多的产线 它都是会为苹果去做一些准备 但是比较吊诡是什么 就第一个我想大家 就像刚刚孟明提到的 零组件厂商都已经在动了 你看做心脏的 帮苹果做心脏的台积电 因为它现在是高阶就剩它一人 其实从台积电营收 跟未来营收大概就知道 现在高阶的是高速运算出头 还是车用电子 还是手机 这个我们从今年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大力光到底未来在手机应用上面 可以成长到什么样的程度 从今年的苹果新机也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鸿海就很特别 感觉起来它的营收并没有掉 今年到底能够期待鸿海吗 从6月份跟7月份应该是要期待 因为你看它的营收 还是出现一个增温的迹象 就是最后这两个柱状图 你看起来比去年同期 那过去都是从9月就开始 就像前面中间有像一座山这样往上走 但股价却没有这样的反应 这是我觉得也蛮吊诡 但是也是有好处 因为毕竟你所有苹概股 如果像明前讲的 或者像刚刚梦梦问的 是不是在推出新机之前 全部涨完了 那你搞不好它推出来之后 说实话你进去 搞不好真的会接到刀子 但现在就有一档鸿海 它是组装厂商 从它的身上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 到底市场对苹果推出新机 还有带动营收的反应 会是未来怎么样的看法 好 这是从个股的图表当中也来看 有一些公司已经有见到营收 在缓步增温了 但有一些该动的还没有动 要观察八月份营收 到底会不会跟着上来 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要带大家继续来观察 最近很热的这个PCB的族群 八月份的营收会不会好呢 二十三公司 一本影片 七千佰 居 ένα 有ס